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的是楊梅老師 你好 淡如姐好 各位聽眾好 我是楊梅 這是遠流出版社出的上一堂人生國文課 我大概也沒有看幾頁我就知道它一定很會講課 那因為這個上它的國文課一定是一個享受 所以遠流出版社就找到你出書對不對 對 其實最開始我是先在網路上發表文章 結果我有一個粉專 然後後來慢慢久了以後就開始出版社被看到這樣子 你的粉絲團叫做楊梅老師的追劇國文課 因為你會把那種各式各樣的戲劇還有歷史故事經典小說都連接起來 對 就是我上課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一直覺得真的遇到一個會教的國文老師是你的幸運 你的漁文能力就會變好 但是遇到那種照本宣科的 然後叫你要背書的 完全不跟你解釋什麼的 叫你死背你就會討厭國文 那我們今天因為你提到的故事很多 我們就請你自己來講課吧 我選的是你這裡面的篇章 大家都最熟悉不能說這本書 他完全不知道或沒看過的紅樓夢 對 紅樓夢當初設計這課是因為高中課文裡面通常選的都是紅樓夢的劉老勞光大官員 那這一刻劉老勞光大官員對於剛開始入手的孩子們其實人物很多 然後整個看完我會發現高中生其實有點看不懂這一課到底在幹什麼 但至少會知道 我覺得我對於他選那一課我也覺得他是對的 雖然眉頭眉尾的 但是劉老勞是有趣的對不對 總比那個比如林黛玉跟賈寶玉一直在演內心戲好吧 對他們的那個互相猜測的戲這樣 可是因為劉老勞這一課其實當時學生看完他們經常會沒有共鳴點 因為譬如說我們覺得劉老勞很有趣然後裡面可能他一句話 然後姑娘們都笑得東倒西歪 可是高醫生經常反應現場反應他們就是那種笑什麼啊 有什麼好笑什麼吃個老母豬不抬頭 有什麼好笑對不對 完全無法Gate他們的反應就是笑屁啊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時代已經有差異 他們就說老師的笑點很奇怪這樣子 所以其實後來我在上這一課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紅樓夢我們都說他是一本大書 那他能不能結合到現在的一些理念呢 所以當時我就是跟前輩老師討論以後 我們後來用職場倫理的方式來看這一課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哦 就是把那個賈家變成一個賈士企業 然後一個這個鄉下老太婆就偏偏進行了一個VIP的參訪之旅 對其實他也很清楚知道劉老勞逛大官員 這一次活動裡面真正主角其實是賈牧 也就是董事長這個賈士企業的最高董事長 而且我覺得那個課文沒有解釋的很清楚 是因為劉姥姥我不知道後來的課文的節錄跟我們當時一不一樣 也就是說其實他是家裡沒得吃了 對 他根本就是想去討錢的呀 對他是要去打秋風的 那本來應該是被拒絕於門外對不對 可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然後剛好這個賈士企業剛好缺乏一個新的動力 一個不一樣的人來解麥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對學生來講我覺得就很有趣的是 因為學生他們社團需要拉贊助 他們有時候要去拉贊助活動要募款 我說今天劉姥姥其實跟他們是一樣 他要去假釋拉贊助 這個解釋真漂亮 所以他怎麼樣趁機的 正好這一次董事長對劉姥姥也蠻感興趣的 然後拉著他說那我們去大官員走走吧 可是整個實質上真正在看的是 他裡面每一層包含了像鳳姐跟李丸 那我在文章裡面設定就是 課堂裡面設定我們說他是一個經理級的 那他要怎麼招待董事長讓大家名字如歸 所以這一刻就變成我們當時 我跟前面老師討論我們設定是 現在是未來很可能AI會取代很多種行業 那李開副老師其實就講過 服務業是不容易被AI取代的 所以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藉由這一刻來看看服務業哪些特質 可以不被AI取代這樣子 設計裡 像有打工經驗學生也突然他也有興趣了 對 而且其實有很多像我的班有文主辦嘛 他們可能有很多未來也會從事類似的 對他們就會在討論的時候就覺得還蠻感興趣的 所以那個經理李丸就是已經 其實主要並不是為了招待來客 是為了要讓本公司賈斯企業的年紀大的董事長開心 對真正的當天真正的主角其實是賈木 花小田打發這個來客又怎麼樣呢 但是他進來就是 這是一齣戲這是一個娛樂嘛 對然後劉姥姥也是一個很清醒的人 他知道說我今天的主要目的也是大家一起來討賈木還行 對所以今天整場從劉姥姥一直到經理 我們說經理是鳳姐跟李丸 然後到旁邊的秘書特助 我們說目標一次大家認知很清楚 這就會賓足進化 對沒有錯 然後甚至到最後劉姥姥也拉到了超級多的贊助 出乎他的想像之外 否則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去 面對他那個沒飯吃的女婿跟女兒 其實他這一次是一個 我覺得劉姥姥還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 因為我當時在上的時候劉姥姥有三進大官員 第一進的時候先見 然後這一次二進其實他是帶著他的成果回來的 他帶著他的蔬果 好劉姥姥進大官員 我們來看這位非常優秀的楊梅老師 到底怎麼樣解釋這個訪客與賈士企業的關係 我們剛聽到這是劉姥姥三次進大官員 第一次是真的就是來拉贊助 因為家裡頭整個斷樑了這樣子 但第二次我覺得很特別是 劉姥姥他是帶著他們今年收成的瓜果回來 回饋給賈士 雖然他的回饋對賈士企業來講根本就是 對就是不放在眼裡的 但這表示他是一個會報答的人 而且其實他也知道他拿瓜果來 說不定他還會拿到一些回饋吧 對所以這邊其實很有趣就是我覺得他又是可以跟同學討論的 就譬如說我社團跟商店或什麼要到贊助了 那要到贊助以後之後是不是你就再也沒有任何的回應改憲 什麼通通都沒了 很多人這樣 對就是有一種拿了錢就跑的那種感覺 我們也常常遇到啊 要你幫什麼忙啊 幫完他算了你知道嗎 之後就沒有反應了 當然你也忘記了啦 可是你再想想看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再給人家任何回饋 請問人家下次要幫你嗎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邊我覺得也是讓同學去思考 因為有時候學生譬如說像我們也常常找老師寫推薦函啦 或什麼的 然後之後就再也沒想問 考上了也沒回來說謝謝老師 對 其實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細水長流的一種 一種相對應的 所以我覺得劉姥姥他這個老年人溫暖跟有智慧的人就在這裡 對他第二次回來不見得一定是要再跟家家要什麼 但是他再一次的回來 一直當他第三次是在家家有難的時候他回來幫忙 這就是他的一種智慧跟圓融 這也是因為他的善良啦 對沒錯 不然你看看當家家有難的時候 其實平常靠著他做威做虎的那些仆人 畢之為恐不及 他們是在裡面劇毒啊 然後把東西拿去拍賣啊 對對對就立刻都閃 結果沒想到這個最貧窮的一個鄉下老婆子居然跑回來了 第二次劉姥姥在過去的時候其實他也還是有被打賞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但是這就是人跟人之間的往來嘛 你有去有還再借也不難 對 所以我覺得劉姥姥從企業的角度看他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公關 小公司公關人物 他很知道說我怎麼樣現在再給予回饋 然後再拉起這條線 那之後同時當他能夠付出的時候他也不另幫忙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其實我真的在上課說我們會三進一起看 從第一進然後第二這一次的大館 真了不起人家只有寫這個第二次來是不是 結果你還要從第一次講到第三次 對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斷的課文有時候只結斷有點可惜了 以前我們的老師都沒有講那麼多都叫你回家自己看 其實是我自己比較瘋狂啦 因為我太迷惘了 上起來會有點 上起來的時候會有點失控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你也用他來講一些就是人跟人之間 就只有排場也可能叫做一種就是你要進去一個企業 董事長不會先來見你 經理也不會先來見你 對 所以你就引那個文字說 比如說剛開始是而且還不是主要助理喔 對 先看到的是次要的助理對不對 瘋兒 然後說哎呀我們這個奶奶本來應該來的 可是跟正在跟那個太太應該是王夫人吧 說話呢 那所以呢就是說我先來跟你講 那你連這句話你也可以跟學生解釋說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其實裡面有一個職場的智慧在裡頭 對對對 因為其實瘋兒這句話很有趣 他講給鳳姐聽說我 他講給李婉聽 那李婉跟鳳姐其實都 我們都算在同一個層面他們是媳婦們 然後是但是鳳姐其實是家裡頭掌權的 所以瘋兒這一句傳話就很有趣 就不好意思喔我奶奶應該親自來 但是他現在在跟太太跟上一集在講話 所以我先來傳個話這樣子 可是他說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吧 這個是來下達命令吧 有一點 可是他就是前面先很漂亮的講說 喔不好意思奶奶我們家奶奶應該親自來的 但是這樣的話就是比較好 所以我當時開個玩笑我說就很像國文老師如果要跟導師借課考試 或怎麼樣安排考試 然後應該禮貌上應該導 國文老師親自跟導師講嘛 對那如果我透過學生小老師去傳話的時候 那小老師中間傳話其實也有他的智慧在 對那你傳個不好就是在幫兩邊 就是命令對不對 然後就在增加引戰 結果呢 所以其實當時在講說學生聽的也很有趣 所以他們後來就會 數學老師小老師就過來跟我說 老師數學老師想要借課考試 不過數學老師本來應該親自來的 可是他現在正在忙 他被訓導主任還被教主任叫去了 對我說你這樣講就不太好 可是數學老師找了幾次都沒碰到您之類的 這樣子傳話就會比較聰明 其實我覺得有這樣老師來教真好 傳話是有學問的 我後來自己開公司之後 有時候跟朋友之間當然中間一定 公司對公司中間有一個聯絡員 但是那個傳話稍有不慎還真的很破壞友誼 對就是沒有傳好本來沒事的都變有事了 真的傳話是一門藝術 一定需要這樣教 才不會讓人家感覺到不舒服 最近我有個朋友有人跟我投訴說 某一個就是某一位 另外一個朋友還是開某個公司 他來了個新秘書 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可能他就是要去看你這本書吧 歡迎他看一下上一堂人生國文課 因為我們常遇到一些人 他覺得他做到重要位置上 他講話就沒分寸也不客氣了 然後講話的氣焰比組子還凶 有沒有發現 有的時候 很多經紀人就是比如說明星啊影劇圈啊 他也是他先把人都得罪了你知道嗎 可能他身邊的特助或什麼先幫你把 對 對 人都通通都立起來了 是 那其實這個人並沒有真正的原來 所以人家就說嘛 這個炎王好見啊 對對對 小鬼難纏 因為小鬼常傳錯話或擺的譜更高 對對 所以我們跟學生聊到也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學生半大不小的詞 我覺得他夾在中間 他們有很多應該可以先開始學的地方 是 那還有什麼要教我們的呢 其實我覺得今天光講紅樓夢 大家就會知道楊梅老師其實真的挺有趣 他可以從古典的小說裡面 他也不是故意跟你講現在的道理 但是人性或人跟人之間舒服的周旋方式 從古到今就是差不多的嘛 對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真的變的是 時代跟文字或是使用方式 但是不變的還是人與人之間 是 所以我的這本書裡面就是 有很多都是用 古文 尤其是高中課本裡面的這些文章 但是他跟現代的戲劇或電影 我們從裡面找共同處來發揮 對 好那這本書裡面呢 就是有這麼多的細節 講得活靈活現 好今天我們訪問的是 很會教國文的楊梅老師 說真的能夠遇到一個會教的老師 那也真是一個人的幸福 我也是遇到我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 不然你看我們是一個村姑啊 鄉下姑娘 那時候突然發現說 這老師長得好有氣質 然後 然後又跟我們講好多故事 又丟給我一堆書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才真正的培養起 就是文學的樂趣 而且知道說也許 就是你可以脫離這平凡人生 擁有你自己的另外一片天空 那好我們來看裡面有一篇 英雄是怎麼練成的 讓大家回味一下天龍八部 我相信啦 小朋友可能 無論如何啦 現在30歲以上的人至少看過電視劇 真的 對 有一個人叫蕭峰 你記得嗎 不是喬峰喔 對喬峰 蕭峰就是天龍八部裡面最 應該算第一男主角這樣子 那因為高中課本 其實天龍八部選的是最後一篇 已經是蕭峰自盡了 對但是蕭峰 這個有選課本 以前舊課綱有 新課綱其實就不一定 這已經算先進了啦 對新課綱其實已經 好像又不一定了 他選的是燕門關蕭峰 舍命退 退軍 對就是他最後自盡的這一段 可是我每次上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好可惜喔 就蕭峰前面那麼精彩的一個歷程 可是我看的是他最後一個句號 然後一直跟學生說 他是個英雄 可是他看不到英雄怎麼練成的啊 他只是看到最後那一幕他就完蛋了 對他最後犧牲的那一段 所以當時我在上的時候 我就是又把他往前拉 我就想說那我要帶學生 在這一刻看的是什麼呢 所以我就想要結合學生很喜歡的漫威電影 那尤其我自己又是一個漫威迷 我也是一口氣把漫威的電影都看完的這樣 我也是耶 對我真的非常喜歡 尤其那時候就是終局之戰 剛剛看完的時候我好嗨啊 我覺得太精彩了 對我是那種大家都覺得好像文青 一定要看那種什麼金雄獎英雄獎 沒有我最喜歡看好萊塢 花出很多錢的動作片 我承認我付錢怎麼樣 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通俗的電影就是好看又精彩啊 對 前不久我看的那個 因為疫情嘛 整個電影院都沒有人 那我就很開心的去看電影你知道嗎 然後我連黑寡婦都覺得很好看 最近的蝙蝠小我也覺得很好看 最新的那一部 還有那個神地女超人我也覺得很好看 他們就說你怎麼專看這些 我說我就付錢不行嗎 就是人家拍那麼多 花那麼多錢拍我們才花幾百塊 而且整個過程中我好像投入了一個戰場有沒有 對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他裡面其實真的也還是 我覺得通俗電影最厲害的就是他用 一方面又刺激然後又好看 但是他又可以講到一些人性的共同面 那個不是劇情片不要找我 我真的很膚淺 不會不會 我覺得大道理其實藏在這些裡面 而且一個人看好過癮你知道嗎 擁抱著一個大電影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蕭峰跟復仇者聯盟有什麼關係 對因為我當時我其實真正最想要討論的 高三的孩子上這一篇 我其實想要討論是性格決定命運這件事情 所以蕭峰是金庸筆下最一開始出場 就已經是光芒萬丈的一個大英雄 他就是該方幫助 然後他身上就已經是絕頂的武功 他跟其他的主角通通不一樣 其他主角都是從零到有 然後只有蕭峰從一開始就有 他就已經是個英雄 但是他被坐著從有到無 把他身上的光環全部都拔掉了 所以其實我當時結合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一開始就不可遺失的英雄 那他要超越突破的是他自己的什麼東西 我們從童年開始講 我幫你唸天龍八部的文字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就是童年時為父不仁的醫生不願為養父看病 並將養母推倒在地 養母受入回家後發現治病的錢不見了 懷疑是小蕭峰偷拿的 這是他的童年嘛 那氣不過的小蕭峰夜半走了幾里路 從狗洞溜進了醫生家拿尖刀 童死的醫生那年七歲出場 七歲他就有計畫殺人 這個表示他的情傷就是屬於那種 其實他有邊緣性格 對其實我的評論 我覺得他蕭峰就一開始的 第一個就是他神力驚人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性格裡面 其實就有一個暴力之氣過渡的問題 對然後同時他自己也有自言說 他最受不得的一件事就是被人家冤枉 可是偏偏整個天龍八部他就是不停的被冤枉 其實我在成年之後再回頭看這一句話 心中充滿感觸 發現說其實我的個性也很剛硬 我也就受不了說被冤枉 但是那個命運是回力標 你最討厭的事就會一直過來 當你是個公眾人物就動不動被冤枉 你有沒有發現 一句話就被截圖或截什麼 這不是蕭峰的命運嗎 但你如果一直在那個很剛硬下去 然後一直這樣一直在跟大家大戰 你遲早有天變悲劇英雄先把自己中風氣死 那該怎麼辦 沒錯所以蕭峰前半段他真的也是 就是他很憤怒然後甚至他打開傻戒 但他後來慢慢發現其實他再怎麼憤怒 人家怎麼看他 嘴巴是長在人家嘴上的 他控制不了 對所以其實蕭峰一直到他後來接連 直到他打死阿豬這個最大的悲劇產生 在這之前其實金庸有設定好幾次 讓他可以轉換的餘地 你這樣解釋我就覺得我懂了 對可是在那之前蕭峰的個性就是讓他覺得 不行我一定要報仇 我一定要什麼 其實這個模型好像在很多故事看過 知道他最愛的人出來就變成一個 就是變成受難者 然後又死在他手裡的時候 他才悟到說阿我原來我的大錯特錯 原來別人就是用他的命來勸戒你 對就是可能他真的犯 就像我們平時也是可能真的碰到一個很大的挫折以後 才突然意識到說阿我必須要轉彎了 我的個性可能要有所調整了 所以整個天龍巴布我覺得到最後蕭峰最精彩 就是他自己一個從原本他會覺得 那個至光大師勸他的時候他覺得我又不是佛門弟子 你跟我講著幹嘛 到後來他真的悲悯世人 覺得說沒有撩人也沒有送 大家都是人為什麼要戰爭 所以到最後他願意發捨自己一己之名去 換得兩國平安 我覺得這是蕭峰在最後我們之所以稱他是英雄 不在於英雄有多大的武力值 而是在於他突破他自己的困境 是 好來我們現在再來講這個終極之戰 其實我們是在講蕭峰 不過楊美老師目前在講的是 我們最喜歡的復仇者聯盟 因為復仇者聯盟終極之戰 我覺得他搜得非常漂亮 是每一個裡面的每一個漫威英雄 其實到最後一場戰役的時候 他也是跟他自己心魔在作戰 所以他原本他生命中有什麼困境 他個性裡面什麼 在最後終極之戰他也在化解 你要克服的都是你自己對不對 其實金雄小說之所以能夠流傳這麼久 然後你其實是在你日後的人生中 還是會看見那個場景 是就是到最後小說寫的一直都是人生 那終極之戰漫威我當時看的話 我覺得好激動的 也是每一個英雄到最後 其實他真正最大的敵人 不是薩諾斯而是他自己 對所以蕭峰也是到最後 他終於克服了他原本一直在心裡頭那種 聊宋二元對立 他跨越了 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 我們要提醒他一下 他一直以為是 其實蕭峰就是喬峰 他一直以為他是 他一直以為他是宋人 結果突然發現原來我是聊人 而且我覺得金雄在這個埋的 就是為什麼人家喜歡他的武俠小說 他的人性的部分 兩面就是兩面看法 他始終不是個偏頗的 比如說非常立體的 對他當時他看到的是 遼人動不動就來打炒股 就來屠殺這個宋人 當他是宋人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這個角度 但是後來他發現說 我有遼國的血統的時候 他發現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也看到宋朝的官兵 打不贏有沒有就把遼人的百姓 頭砍下來啊 殺一殺就拿回去報公 一樣啊大家在互相殘殺 對這也是我在我的國文課 還有這本書最後一篇裝置 我們其實在跟學生一直談的就是換位思考 就是有很多時候其實真的只是因為 我一直在用我的角度看世界 是 但如果換位就像喬峰 之所以他後來 不管是喬峰還是喬峰 正好一個代表宋人 一個代表撩人 他到最後他之所以是英雄 是因為他站在兩個全局的觀念下面 他去看說 這樣子何時才是個頭 對要打殺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然後在那一刻甚至他就已經具有佛性了 是 就這個以前我沒有把他做這樣聯想 就是小說就是小說 後來有很多歷史學家在翻案 那個談約盟約有沒有 對 他就說其實你 因為如果你站在宋朝 因為你有點被欺負嘛 對對對 那你一定是主戰派對 但有時候戰也不得不戰 對 可是難道和平是不對的嗎 後來也有人經濟學家去算那個談約盟約說 和平反而省錢 對對不對 又減少傷亡 而且如果你讓那個邊境的貿易發展的話 大家都不要就是打來打去的話 其實當然嘉惠的對寮是不錯的 沒錯 對宋本身也是很好的 對也是你可以繼續存活的根本 不然再下來就是內亂了嘛 對對對 就像不是各朝代也有和親這一個 然後好像說我要嫁一個女子過去很丟臉 好像很屈辱 對可是其實你想想根本CP值很高 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做這件事CP值很高 所以我們以前都會曲解從某一個角度 就自己民族的角度在曲解歷史 只有我對你不對 其實大家都有錯吧 對其實到後來兩個國家可以因為這樣 就獲得幾十年的和平 那真的是很好的事情啊 對 事實上你寫的時候我已經 就是因為讀那個金庸的天龍八不太久 我已經忘記了 那個阿豬到底是怎麼死掉的 我只是知道說他的那個阿子 就是他的妹妹有沒有想要來愛這個姐夫啊 可是原來他用的就是孔子的那個物質之奪豬也 也就是說那個雖然子跟豬是同樣兩個姐妹 可是阿子顯然是 但是無法代替阿豬這樣 無論如何他就是 就算他再漂亮他都沒有辦法取代 對因為阿豬是一個在喬峰最低潮的時候 第一個跨越民族界線上去接住喬峰的一個人 那你也說其實如果用漫威來形容 在憤怒和理智中苦苦掙扎的人啊對不對 那說其實那個喬峰就是很像綠巨人浩克 對因為浩克也是漫威英雄裡面破壞力最高的 那實際上我覺得他跟蕭峰蠻有一些特索店 因為包含蕭峰好幾次他鑄成大錯 其實都是在他極度憤怒的狀況下 或是他極度一心執著要報仇 所以這就是很典型心理學上的那個邊緣的性格 有一點 對他真的太過殺伐之氣太重 那如果他沒能力他早就被幹掉 問題上很有能力又再加上邊緣性格 對最可怕就是他的能力還很高 所以就變成他真的就傷抵一板智商八十啊 是你還看了2003年胡君的電視劇 我超愛那個版本 胡君演什麼啊 他就是演蕭峰 他就是演蕭峰 可是那個樣子文子彬彬像嗎 不是胡哥喔 對不起我弄錯了 胡君那不是 應該知道我想到的是狼牙版的那個胡哥 因為胡君他本身我記得好像就是山東人 所以他就是那個高頭大馬的這個北方男子的樣子 所以他當時一出了我就覺得我心目中的蕭峰 不過也有些人喜歡那個TVBS剛版黃日華的版本 對 那我自己小時候看的時候是看胡君這個版本的蕭峰 我想到胡君是誰了 我想那個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的確他就是一個契丹漢子 對不對 就是高頭大馬的這個北方漢子的樣子 是 就是說其實一個小說的橋段安排 就是金庸給他三次跳脫悲劇的可能 但是他其實全部錯過了 一直走到最後一局連自己最愛的人也殺掉了 對我覺得我們好像很多時候生活中 因為像最近我跟學生在準備要看張艾玲的金索記 那金索記裡面有多少曹七巧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性格決定命運 其實有很多時候他可以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 但是他不要 所以他最後甚至他連他的孩子 他都被他像報復似的都毀掉了他的未來 你有沒有覺得後來那部電影 我看電影後來很少 但那個血觀音其實很像曹七巧的故事 只是把他推向的更有一點暴力版 更推向極致而已 可是他們都是用一句話報道 我都是為你好 其實曹七巧也是 是不是很像 那個故事的見識觀光 就是明明自己得不到 然後我好像身邊人也都別想得到 然後就是連我的孩子也別想得到好運 因為我自己得不到 我覺得很可怕 我們從小都很習慣聽我就是為你好對不對 其實我好幾次齁 那句話都到嘴邊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他身為一個大人 可是我就硬生生這樣 就是自己意識到的時候就把它吞回來 因為我知道不能夠再重蹈這個覆轍 當你這句話講出來 我都是為你好的時候 你就硬生生把自己搞成一個充滿空之狂的上一代 因為我自己老師好像也很容易講出這句話 常常到嘴邊 然後就講這種 可是現在講了會比較好嗎 又會有這種想法 對阿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那個就是回力標 就是突然你發現你小時候最不想聽的話 突然從你自己嘴裡講出來 又回來了 就跟蕭峰一樣 他最討厭的事情 結果我就陪了他一輩子 是是 那你這個故事應該可以叫孩子說 你怎麼樣去看待 你要不要報復 青少年其實也是報復力蠻強 一到生氣就要發作 而且真的就是 我覺得孩子這個事情 真的我們自己也是 就很容易說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什麼東西就是我底線我沒有辦法 可是真的就像蕭峰一樣 就是你越受不了的東西不好意思 它就是你最大的課題 所以其實我 到現在我完全認可這一點 因為我自己個性其實就像淡如姐剛講 我其實也很剛強 我喜歡一零三 我喜歡 radio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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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